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去发现签署的合约的造华裔往下视为形成永久授权的统一书 面对法律争议要求救无门 文化部表示 由于今年来常有艺术工作者面临法律争议 熟知会采采权的归属 签署不合理的合约 侵权争议等 因此 文化部委托合定律师事务所 推出免费的一官人士 法律咨询服务 聚凡视觉艺术及表演艺术 相关的工作者 从告思 创作 发表 签询 授权 乃是一枚同事艺术活动 而衍生诉讼的相关法律争议 皆可透过电话 或传 真提出预约申请 由律师提供面对面 或远格试询的专业法律意见 若一文工作者 有相关法律 咨询问题 可不答免付费电话专线 0800-085-075 您帮我 075预约 或从文化部网站 https www.nok.gov.tw.informations 25084432 html下载申请表 完成填写后传 真知0227086165 咨询时间 以一小时为原则 此外 文化部近期不住社团把人 周 华民 国画廊 前会与台湾文化罢学会 台北市艺术创作者之夜工会的合作班里 艺术协约校园巡回推广讲座 邀请律师主讲艺术生产 于是 诚之一 书协约类型 艺术家 基本权力保护之观点 签订法律文件协约获同艺术应注意 试乡等邀请艺术系所师生 及临近地区艺术家 免备参与活动网址 HTTP www.talk.org.tw.careerhub 艺术人士法律咨询服务平台 将为艺术工作者提供快速 精确 妥适的法律 咨询与辅导 文化部提供保障艺术工作者权益 从如何签订合约开始认识 翻设私材为艺术产经研究室网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